在香港駕駛性能固然重要 但我老爸教了 最重要是冷氣夠多 因為香港三十多度沒有冷氣 死定了 所以我決定駕輛挑機第二回合任務 試試如果沒有冷氣會怎樣 我們今天找一部本身有冷氣的Fans B仔 帶我們全程不開冷氣 看看沒有冷氣的一天是怎樣過的 好 我們首先發現Benz的冷氣是夠涼的 但我們的任務是要吃冷氣 緊張呀 要吃冷氣 空調系統關閉 我們第一站去哪裏測試才好 先吃個飯吧 中五流流 我們現在在柴灣出發 進石澳吧 現在差不多一時鐘 沒錯 現在差不多一時鐘 身死相隨 四個小時後 5時太陽都下山 應該不會太熱了 但我們現在沒有開槍 我已經覺得很焦 會嚇嚇一焦死 談談談 槍是能開到的 還有 為了這次任務 我準備了少許東西 我不客氣 我先開槍 好 風扇吧 甚麼東西 檢查溫度 看看你現在看溫度 我現在是多少度 37.3 沒發燒 沒事 因為我覺得開槍又不是很辛苦 但旁邊的貨車感覺不太好 有些死氣 不准關槍 沒有 不准關槍 死氣很厲害 我先關槍 有些開始入了一間桑拿房的感覺 開槍好嗎 對呀 好熱 不行 開始頂不住了 說起一部車沒有冷氣 我真的有一個很慘痛的經歷 我也想和你分享一下 在我年少時貪便宜 買了一部歐洲車 我可以開名說的 因為香港已經沒有代理 一部叫Oppo 沒錯 Oppo的Vectra 貪它又手波又四門又實用 坦白說 車身很駕駛 慘在甚麼呢 這車的冷氣 是我擁有它以來未曾好過 我借給朋友解僱了Total Loss 沒有眼屎 乾淨吧 我們關槍之下可否開封 但不開AC 你說呢 當然不行 我覺得還可以的 如果28、9輛車沒有冷氣的話 但前提還是不要停 不要停 不要停 對 車沒有停 一停沒有風進去 就像窒息一樣 其實因為車窗那麼大 我覺得 讓你開來試試 其實很多山風車 感覺很舒服 很坐開一部車 你有沒有試過 這部車曬完一輪後上車 是不能碰到這支波棍的力度 試過 我試過親身經歷 真是給全數膠製的泰圖 把我的手拿走紅了 作為女士 我也很想提提各位女駕 記得夏天開車都要塗防曬 糟了 塞車 不動了 為甚麼 好 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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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擔心 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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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它真的一停那一刻 就焗的了 車一慢 我立即飆汗了 快點找位停 想下車了 開始很熱 好 下回再分解 開飯 看看這個第二碗是甚麼 哇 泥湯 哇 好熱 先喝一會兒 不行 哇 哇 其實很好喝 不過真的很熱 我們吃飯 用了45分鐘 又要跳進這個地獄 我已經濕透了 我先用人浴探測一下 裡面有多熱 47.9度 是47.9度 我先射一下不同物料 56.5度 是不是壞了 金屬又不是很熱 50度 車身呢 反而黑色中控台真的很熱 60度 車身呢 車身 車身 你小心那屁股 多少度 張椅69度 哇 我上去試試 哇 不行 哇 好辣 可能我的衣服太薄 我不坐先了 我可以遮住你嗎 不行 要你開 很辣 馬上開車 蠔筋會有用 所以我一定要帶一條蠔筋 唯有枕著坐 哇 很通的 可以沾著好很多 不能碰到邊 很辣 好很多的 真的好很多 吸的那口氣是沒有那麼窒息的 OK 上車吧 我要動的 姐姐 這個時候要出動 先把蝦椒線 標台74度 反而金屬面沒有那麼熱 你玩一下這輛車 不知道為何標台74度 不能開冷 我整個頭已經濕到 濕到 不要緊 你有法寶而已 我也有毛巾 開車 我不想說話 現在開始不想動了 你有毛巾 還有甚麼呢 據聞這枝東西 對 噴在這三度便會降溫 盡快令車移動 好像真的有效 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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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蕉線吹出來的風也是熱的 是的 剛才我試了 你應該要伯蕉線向外面 你試試 不是 你要在窗口扯一些凍風 好嗎 窗口哪有凍風 外面比這裡更熱 在拍攝這條影片 之前的一晚 我已經冷藏了這麼大瓶的冰水 我年輕人去燒飯吃的時候 我都會有這樣的習慣 整瓶變成冰條 喝下去 嘩 涼了 我們現在去哪了 市區 感受一下 駕車如果沒有冷氣 威力的 我們不如試試開天窗 看看是否有幫助 開天窗的感覺是好的 風是否大到呢 看看是否好一點 好一點 再爽爽一點 有八成車開紅車的感覺 爽的來到石澳這些路 我覺得我伸了頭出去舒服一點 不如這樣吧 反正現在都塞車過洪水 我們過旺角去汽車精品店 看看有沒有急救少許用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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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為何我們要這麼傻的東西 我開始有點後悔 說到尾都是為Heatway 希望你們多些人Like 我們駕輛客家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旁邊的鈴鐺 還有IG和Facebook 下橋了 又下雨了 不是吧 我們真的要關天窗 據說車如果有些速度 是否會被騙進來的 有人駕駛開紅車也不關門 就是這樣說的 但我想不是這個塞車的速度 嘩 很不行 嘩 等等 等等 等甚麼 不是 開始 不是 我們現在進入地獄第一層 我看溫度已經達到50 你不要再動來動去 令我更加怒氣 好 好 找線 先試一試墊在這裏 喂 這個可行的 我已經不介意出現多少沙塵車 我死都不會再關窗 我現在身體覺得最熱的是頭目頂 我試試遮著頭目頂 看看會否好一點 我見很多從事戶外工作的人 都有一身這樣的裝束 去檢查一下 都是好一點的 頭頂沒有那麼曬 身體感覺到的溫度沒有那麼高 我這身裝束 我的臉色更浪費一點 認得到我 我不是要這樣才認得到嗎 這樣就認得到我 35.7度 沒有發燒 其實這一刻 芭蕉線的風 對於我來說 又好像有用 又好像沒有用 我開始覺得自己已失去知覺 攪拌這麼久 現在才是2時38分 何時才到5時 你覺得我們進隧道後 應該用甚麼策略呢 關窗還是開窗呢 你那枝東西真的很涼 你那枝東西真的很涼 沒錯 你覺得怎樣 我不會說話 好臭 正式閉氣潛水 我們現在是海底隧道 我也是最愛用山窗 浮一會兒吧 外面真的很臭 我又發現 我把這輛這麼大的冰條 我買起我的下半身部份 感覺是良好的 冷氣流從底而上 你是不是熱到有幻覺 我們現在進入旺角 鑑於九龍區的天氣 沒有廣島區那邊那麼曬 地獄指數沒有那麼高 即使車子走得很慢 你可否離開巴士 很熱 很難的 不要在旁邊行不行 在旺角來很難的 接力 我不想開了 我不想用腦 好像吸每一口氣都很乏力 心靜自然良 很難靜到旁邊的巴士聲 令人的心反氣臭 哇 好正 進來天堂了 好舒服 要也不要被人買到 沒錯 那邊買得多舒適 這個應該可以似的 我又可以 咦 冷藍的 我又知道 哎呀 好 又回到我駕駛了 現在呢 我要休息一下 我們借了兩件法寶 看看哪件東西可以 我這把風扇可以插12W和USB 不要開玩笑 雖然我們不能開冷氣 開了車 拿電 駁了這把風扇 看看如何 我這東西 我覺得好像一塊退熱貼 加厚了和變敗了 它的設計容許你插在杯架上 之餘還可以調校角度 簡直是沙漠中的綠洲 夠力嗎 風扇不算很厲害 但在這個時刻 剛才問老闆多借一把 真的涼的 有那麼快嗎 不是呀 可能我的衣服很薄 34時半 現在越來越低 你是不是進入休克的狀態 是的 我已經去到垂死的邊緣了 原來人在焗熱天氣之下 體溫是不升反降的 停在這裏等人 都可以令到整頭大汗 很熱的 其實很熱 為何這個位置突然這麼熱 剛才很滴滴 我的身體不太受控 我不是有些中暑的積作 雖然我依然感覺到我的臀部 你一動呢 兩兩兩兩 你一動就真的差很遠 差很遠 你不動就很糟糕 我不想把我的身體搭到等到 我沒有說話 去吃雪條 是的 我和你一樣 哈哈 哈哈哈哈 快點 買甚麼給我喝 正宜 快點 快點 不用杯 你拿著吧 熱喝 哈哈 難度動作 真的要喝嗎 怎樣喝 熱屎辣辣 嘩 好像吞蓉岩一樣 哈哈哈哈 你真厲害 你不是挺喜歡喝嗎 你看 很好味嗎 不好味 很熱 你覺得你的衣服通風很涼快嗎 拍車吧 給你一些準備 給你看看 最多是攬炒 最多是熱飲 我準備了一些小道具給你 甚麼呀 我來敲敬你 甚麼呀 我準備了一條純釀毛的頸巾 你對我這麼好 你也是喝了兩口熱飲 我生氣 我馬上再喝一口 來 十分鐘一口價 快點 好嗎 這條東西 不行 好熱 你給我喝完飲料 先打個圈吧 不用那麼毒 38 好脆 好熱 好怕 走 不要增加我看 好舒服 好啊 路旺國環山夜後 尾站 半堂 趁這十五分鐘 我們作個總結 今次挑機2的總結 這個挑戰 保證不會有部分 因為真的太辛苦 那種局 你也要記住我再次強調多一次 D-Class的車廂空間 比一般車大 所以按理論 它已經沒有那麼辛苦 但今次試了四小時後 也無比痛苦 過量出汗令我們轉數極低 說話開始緩慢 意志盡失 所以作為一個總結 香港最熱的天氣快要來 所以各位車主 一定要檢查你們的冷氣系統 發覺制冷力有下滑的跡象 立即要檢查 買制 不要學我們的亂居 車又不動了 來吧 喂 五時了 五時了 我們任務終於完成了 我們沒有騙中的 這個動作簡直是神聖 調教溫度 比全聖火厲害 不要說那麼多 快點 最大最大最大 最低最低 Benz冷氣 Benz冷氣真的很涼 很舒服 我們下次再見 我不想說話 我要用心感受冷氣 冷氣真是整個車最重要的設備 再次證明 很冷 很舒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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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禎就說我要去廁所 我又不急 那我當然要看一些小鼠的東西 多小鼠 那美女去了哪裡 今天沒有美女 只有很多傘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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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